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621集 当日 他与原属世家的人对决 南宫旗切开血迹台 里面一块如星月一样闪烁的银园 风有一个少女 当时他不知晓那块园的来历 事后才恍然 那是一种更珍贵的神缘 极其罕见 而这种石皮自然落在了他的手中 整整七天七夜 叶叶凡几乎耗尽了心血 竭尽所能 回去七八成的石皮 才终于让石衣出世 两种骨料交融在了一起 并不是说石衣成形就可以了 在这些天里 叶凡称得上偶心利血 集中全部心神 在石衣中刻下了成千上万条 圆天纹落 烙印下的神文 悬傲复杂 每一条每一根都凝结着他的精气神 这是目前所掌握的原属的 极紧体现 叶凡将无尽的感悟 以及诸多悬傲的原属 都化成了有形的神文 按照原天书中的记载 炼化进石衣内 完成了这一切后 他近乎虚脱了 连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 休息了很长时间 才恢复过来 石衣古朴自然 看不出什么奇特之处 不像是出在一个原属高手之手 翻譜归真 叶凡却很满意 这是他目前的唯一的杰作 穿在身上后 像是与这片天地都隔绝了 身处在另一片虚空中 他出关后 历史觉察到了异常 燕都来了大量的修饰 气氛无比紧张 中周另一个无上大轿 终于到了 阴阳教 传承极其古老 一城九远 可追溯到人类诞生初期 施法天地自然 实力强大而恐怖 在中周的朱子柏教中 他排在前几名 称得上是一处圣地 尽管没有出过大地 亦没有寄到圣兵 但却堪与四大不朽的皇朝并论 阴阳教分支遍布天下 连东荒的北域都有 可是源头却在中周 自古以来始终鼎盛 生生不息 除却古华皇朝与阴阳教外 还有不少大势力的人到来 难以抗拒诱惑 不死神药 堪称仙真 唯有古之大地栽种过 世间绝集 只剩禁区中的脊柱了 叶凡几个闪灭 画成一道流光 冲出阎都 飞向荒谷禁地所在的 元氏古林 他真怕被人 劫足先登 到时候 哭都没地方哭 八百里元氏老林 一片远古风貌 外围地狱 早已来了很多修士 不少人都已深入了进去 叶凡心中一沉 感觉不妙 难道古花皇朝和阴阳教 要行动了吗 前行数百里以后 没有人敢继续飞行了 因为 禁地外 齐居着少量 无比恐怖的存在 有些妖族很早就选择了 化形为人 而有的妖族 则始终选择以本体修行 不断 以兽王的形态 进化下去 谈不上 数弱数强 但是不选择进化为人的妖族 多半都是天生强大 无比高傲的种族 他们不愿融入 以人为主的世界 许多人都知晓 荒谷禁地外 其居有这样的存在 他们不仅人性 一旦激怒 动辄就是尸山血海 叶凡深入进去 见到了几名散修 详细了解后 才尝出了一口气 古华皇朝 与阴阳教 并没有打算进入呢 如今不过是探路 在做周祥的计划安排而已 前方 后生整天 群山摇产 古林中 乱叶纷飞 大地都在抖动 很久以后才停下来 太恐怖了 一只一兽 与古华皇朝的皇叔 打了个平手 惊人的消息传来 让来到这里的散修震撼 莫不贬色 与圣主级人物平分秋色 这得多么可怕的一手啊 叶凡与十几名散修前行 来到了方才发出大战之地 这里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草木 没有鸟虫 在一堆乱石林前方 有一个巨大的湖泊 它寂静如铁块 没有一点波澜 而最让人吃惊的是 它的颜色 漆黑一片 像是墨汁一般 黑得瘆人 这是一片不毛之地 附近连根杂草都不生 黑色的大胡四气沉沉 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名副其实的恶水 有几名散修 见到了方才的大战 全都脸色雪白 其中一人产生道 是传说中的 吴金蚕 吴金蚕 为上古异兽 随着岁月的流逝 世间难减 成千上万年 偶尔会在大荒中 见到一只 不久后 叶凡与一些人 临近荒谷近地边缘 古华皇朝 与阴阳的人 分别站在两座山峰上 向前眺望 此外 还有百余名散修 在此观探 相据真正的禁区 还有树里 但没有人 敢再前进一步了 面对这片近地 充满了敬畏 他可轻易剥夺 一个人一生的岁月 叶凡明显 觉察到了异常 荒谷近地 比以前更加可怕了 他曾经进去过 对于荒的气息很敏感 他强盛了很多倍 这可不是好兆头 他不仅皱了皱眉头 低头思索了起来 古华皇朝 带来了一件神衣 为古之圣仙 作画后留下的 真可谓 动用了鞋本啊 古之圣仙的神衣 竟有这种绝世神物 或许 真的可以成功啊 有人轻声议论 叶凡心头巨跳 这是一则 极其糟糕的消息 他亲眼见过 古之圣仙的神衣 有多么可怕 连绝代神王的净土 都可以轻易破开 阴阳教也准备冲阻 据传 他们远走北域 请袁术古世家的人 祭练了一些神秘的石衣 据说可减弱 诅咒气急 这两个大势力都下了苦功 志在必得呀 叶凡听到这样的消息 终于是难以平静了 有人与他一样 准备了石衣 更有古之圣仙的神衣 形势不容乐观 他很想就此直接进入禁地 但是却发现 古花皇朝与阴阳教 各在一座山峰上 筑起了高台 要常住这里 眺望九座圣山 叶凡摸了摸下巴 坏了 他细心的琢磨了起来 这一切对他实在不利 最后 古花皇朝与阴阳教 有绝顶枪者留下 其他人都全部退走了 这个地方根本不可能久留 万一冲出一只异兽 就可能会让众人覆灭 诸多骰修见状赶紧撤退 他们可没有勇气面对 吴金禅这样的恐怖存在 一旦出现 没有人可以活命 叶凡也不得不退走 不然 肯定会被剩下的绝顶人物 看出异常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古花皇朝与阴阳教 并未行动 依然在观探 非常沉得住气 对于叶凡来说 真的是一种压力 他最多只有半年的生命 甚至很有可能不足百余天 他可耗不起啊 在此期间 叶惠灵到了 不过叶凡还未与他相见 他需要静心看一看 而后王冲霄也到了 连拜男语年轻高手 所向披靡 而后又与阴阳教的大弟子 大战了一场 引起一片波澜 叶凡心中渐渐静了下来 如今只能静观其变 他做了多种考虑 不死神药通灵 可以自行择七身之地 太古岁月中也没有几株 为了不被世人采摘到 传言都飞入了七大生命禁区内了 九座圣山上有九种圣果 传说其实是一株主根被人分成了九根 有人想多化生出几株不死神药来 结果呢 却发生了异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